大家好我是中娜老師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師 又來到我們格局的時間 很多人在學習斗數的時候 應該很常聽到一句話叫做 三級佳慧 所以呢 我們有聽到網友的心聲 今天的格局呢 就是講什麼東西叫做三級佳慧 那接下來就是麻煩佳玉老師囉 今天這個三級佳慧的格局 名稱叫做 科全入拱名譽昭章 那下面的註解呢是 此為三化吉星如生命作熟 我們在紫薇斗數中常聽到的吉星 一般來說都是六吉星 左右昌曲奎月 這邊指的吉星呢 是紫薇斗數裡面很重要的四化 四化呢是從星耀產生出來的四種變化 不全科技 而這個格局指的三化吉星呢 那是化全化露化科 那這跟我們平常看到的 聽到的這個六吉星呢 意思完全不一樣喔 如果呢 露全科坐在我們的 深宮跟命宮的時候 或者呢 露全科 坐在財伯宮 或者是官露宮上面 二化來河是三河手照 未知科全入拱事也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呢 在三河當中有拱照到露全科 如果呢具備了以上這些條件 而且呢 露全科對應在相對應的公位上面 才能夠彰顯名譽 當大官發大財 那在古時候呢 只有當大官呢 才能夠彰顯名聲跟地位 那對應在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呢 除了說當官之外呢 在大公司裡面當到高層的職位 這樣也算喔 所以呢最好要搭配到畫科跟畫權呢 在我們的命宮跟官露宮上面 畫權呢有權利 那畫科呢有名聲有地位 那發大財呢 要對應在財伯宮上面 所以呢最好是要有 畫露跟露存在裡面 因此呢露全科放對位置 是不是很重要呢 那在這個格局裡面呢 都沒有提到主心 代表呢好的格局的組合 除了主心很重要之外呢 還要搭配到適合的畫科 畫露跟畫權 那在這個相對應的工位上面呢 才會有名聲地位跟發大財喔 透過家瑜老師的解釋 是不是讓大家對於就是 三級家會這個條件 會更加的熟悉跟明白呢 那我們今天的格局 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的朋友幫我們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比賽 buddy 我們下次見 有視頻